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因为由爱生恨杀害了相恋八年的枕边人 因为投资男朋友的工厂他没有拿回分红 再加上一次遭到强迫堕胎 他觉得自己人才两师狠心犯案 也因此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黄静雯他接受我们的访问 对于当初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后悔 我的真心容易拿出来给人家 最后悔的 我如果没有把真心交出来 送给人 结果有今天的事 2014年4月 蛇仙女黄静雯把同居男友 大写七块分装运送弃师再粉丝 过程中几乎面无表情 就连警方带着家属找上门 我跟你讲我心里很辛苦 他是我最爱的 我真的 我真的心很不知道有口招谁说 什么事情都被准我 我好奇我心胸手 对答如流 树化与人四目交接 黄静雯犯案后冷静的认诊 不怕人意 2018年5月 黄静雯服刑超过4年 首度同意接受访问 经过层层关卡 三连新闻记者进入了中间 与黄静雯规念 那个钱都是我投资的 是 两件光纱我投资 穿着黄色球服 体型明显发胖 简短为男友留的长发 藏不住斑白 我要照稿内 不然的话 不然你头脚扛开 好 后来我这样 让你拿起来 好 好 好 亲爱的同胞 我是犯了错的受刑人 我相信人性很善 如果不是被逼到 无路可走 我想没有人愿意去犯罪 我对一生中 最大的败柄 就是很容易去相信人 把自己的真心 轻易地捧出来送给人 而让自己缠尽了苦头 毁掉了自己美好的人生 进入电梯的蓝信小开 当时还深深打了一个大哈欠 准备回家休息 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一步步走向死亡深渊 就是在那当下他要杀我的时候 我把他杀了这样子 他就是回来的时候 就是拿到要砍我 对 我一个抱枕就被他砍得 砍得稀巴烂 洪兴女贤带着警方 来到偏僻的石岗山区 草丛大片焦黑焚烧过的痕迹 警方以走上方刻意覆盖的树枝 起出蓝信小开尸块 认了杀害男友焚尸灭击 中年的时候因地人不属 可以说是面目浅肥 伤痕累累 如今的我 因为在暗化当下的 一时的情绪失控 而犯下了大罪服刑装 我的人生就是遇到了 爱情的大海啸 而失去了一切 可说是陪了夫人又这边 谈起感情 黄敬文哽咽 落泪 访谈中八次强调 自己对男友蓝昆瑜 庆幸相待 这个爱对我来说是我的优点 也是我的缺点 因为可能也是这个爱 我才会那么爱我男朋友 就是这样 我的缺点就是比较不会看的 我的个性有所缘 过于当纯 现在当纯的人就是变得很愚蠢 有的人就是利用你的真心 本来说我要跟你结婚 把钱骗光 然后就觉得你年纪太大了 你配不上我 那时候真的是深不得死 就觉得我为什么会断成这样 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会这样 真的 从来没有 我被骗财骗色 又浪费了那么多的青春 对不对 我也只是一时的情绪失控 但事实上犯案当下 44岁的黄敬文 风韵油纯 保养得宜 从大陆福建嫁来台湾 离婚后与小10岁的蓝坤鱼 交往 同居 我听你前房间讲说 他好像也是当二房东 他怎么会出生意的 黄小姐买的啊 黄敬文经营按摩店 当二房东收租 生意手腕相当好 至今连自己都还难以相信 因为感情最终痛下毒手 杀害男友 我只变成打赛了几块 又很输了 这个人没有足够留在 留在这个树上 最心酸 其实要说到这个真的是 也是因为 曾经的付出了 真爱 结果换 真心换绝情 心酸啊 如果可以从哪一次 你会怎么做 可以从哪一次 说真的 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马上断了一干二截 他不走我走 访谈中黄敬文坎坎儿谈 从感情观 欲中生活 到家暴问题 以及第一段婚姻中的 一双儿女 我两个 一男一女 他们不会想到妈妈 想啊 可是有什么用呢 可以关在里面 对啊 你是有家人来看的 我叫他们不要来 因为这么远 要坐飞机 然后要住礼店 然后 就是很多不方便 而我这个妈妈 不能帮助他们 我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 我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 我爸爸走了 走了两年多 你告诉我 干嘛呢 他是最疼我的 怎么被自己说 怎么没有去看他 对啊 那是没有用啊 黄静雯今年五十岁 无期徒刑定验后 得坐牢二十五年以上 直到七十岁 才能申请假释 恢复当初 我就是我妈妈 我就是一定没有把我 对我爸爸的爱 全部都换在我妈妈的身上 还有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另外最重要的是 我男朋友的父母 其实当初黄静雯 他犯案之后 态度是异常冷静的 他甚至能跟警方 流利地来对答 因此警方虽然觉得 他紧急可疑 甚至掌握到 他拿着大包小包 进出电梯的画面 不过呢 因为他失口否认犯案 也导致案情 一度陷入胶着 一直到监视人员 以多波浴光源的技术 在屋内来回地搜查 才终于找到了 用肉眼 完全看不出来的 微量血迹 这也成为黄静雯 他被定罪的关键 第一次他同意警方 进去他的房子 做现场的勘察 包括现场的水机 或者是作案攻击 就是其他 跟可以足以让本案 可以继续做侦查的 一点小东西都没有 比现在我们的行诉法 里面的相关规定 事实上 我脸叫他来办公室 他不来我没办法 脸坤鱿鱼失踪后 关键48小时 检警和黄静雯 斗智 斗体力 不过 人证 物证 和口供 破案三大元素中 检警第一时间 是在物证上 有进展 这是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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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监视器记录 被害人 蓝坤鱼进入大楼 从此人间蒸发 以及黄静雯 大包小包 进行出出的画面 他在顾部一阵的 那个大售价带 在尸块出去的这个画面 自然他有的是左转 有的是右转 右转的部分就比较增强 左转的部分 我们觉得很可疑 但是我们只在 以时针换空间 很不单纯 不过却无法证明 黄静雯杀人 所幸科技办案 在微小的激震 都逃不过多波玉光源 多波玉光源的原理就是 我可以利用不同的波段 去寻找微物激震 或是不明显的激震 或是不明显的激震 刚刚白灌的时候 不容易看到嘛 对 他现在没有滤镜 也看不到 对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比较深色的地方 在使用的时候 必须是在暗室里面 或者是微弱的光线之下 去做 我才可以看到 这个被激发出来的光线 显现的效果 光或是其他光源 不是光源 去做搜寻财政之外 最后的时候 还是会用多波玉光源 再去做好几层的 搜寻跟财政 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警方以多波玉光源 在凶案现场 找血迹反应 我们就现场的 不同的状况 会选择不同的光源 跟绿色镜 那假如说 以血迹而远的话 我们大概会选择蓝光 因为那是表播场的 然后它被血迹的部分 它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 吸收之后 有血迹的部分 就会变得比较暗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像指纹的部分 我在一般白光之下 不容易发现 但是我经过 一些粉末处理之后 那这些的粉末 对我的卫装员 可以去激发 警方以多波玉光源 照片凶案现场 每个角落 一回 两回 终于在床头和门板上 找到些围 直径不到0.3公里的 血迹吞剪文 是让黄敬文定罪的 有效物证 在还没有到台湾之前 他就是开中医疹股本 也配合他的专业 你看现场的机证 没有喷出什么血 那我血迹都真的是很小很小 那这样子是看不到 那种人绝对是看不到的 那刚好是他也两天没有睡觉了 就是身心疲惫的部分 三点多他一直跟我讲 队长 我很累 我想要睡觉 结果睡觉去以后不到一分钟 他跟我讲说很冷 是不是我们那间刑警 被刑警有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躺下去不到半个小时 上来跟我报告说 队长 当事人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说也奇怪 半小时之后 黄敬文认了残杀男友 一等天亮 等一下我喂个鱼好不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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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到处去现场 等一下让我再喂个鱼 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 我想说我为了自救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 一直又让我死 什么事情都叫我帮忙 我就手揉手这样子 我就这样这样砍下去 我就这样跟他 他有计划 而且计划得很细密 有听过刨丁杰鸟 他整个在这个大碎八块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他会顺着这些银银银 口供和物证 向后拟斗调查 黄敬文在案发前 迟天早已经把九楼的房子转卖 杀人早有预谋 黄敬文判诚杀人 租车将尸块再往郊区分毁 甚至前往南头 企图杀害男友说亲 他是开车器 然后还摆着安全帽 那安全帽是死者的 九楼是死者的 光线的不同波段 黑暗中激发出激震微弱光线 建设小组普遍使用多多一公园彩阵 让再细小的唯物激震 都能成为破案关键 俗话说千金买房万金买零 居住品质好不好 邻居真的很重要 最怕遇到了恶邻居 不只把环境弄得很脏乱 甚至还会发出恶臭味 如果劝着听那也就罢了 最怕有人屡全不听 甚至双方互告 倘若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该如何自保 把绿布了三元 赶紧一起了解 一下造把 一下刷子 夜半时分大省不睡觉 拼命制造声响 闹得整栋大楼不安宁 制造监视器拍下恶行恶状 他撑伞挡镜头 再闹第二回合 那我妈妈也因为他 搞得进了后路 都会看那个青年黑衣针 他每天都要吃爱民药 家住新北市的苏先生 十年来屡遭邻居噪音骚扰 亲自搜证拍下影片 一状告上法院 法官就认定 无法证实噪音来自邻居 这名大省不需腿偿 看不见摸不到的噪音 到底有多难举证 就算拿出摄影机 录音录影分贝机检测 还是得要清楚交代 时间 地点 什么样的噪音由谁发出 如果噪音不是持续性 难以证明 那么至少得要 其他三名证人 才算完成 有人在半夜弹电吉他 这个时候其实律师会建议 报警 由警方会同所谓的主委 或者是里长 来去上楼观看 如果上楼观看的结果 确实发现有电吉他的存在 这个时候确实就可以证明 这个照应来源 脚步移动 东西掉落 或是管线冲水声 家家户户都有 加上无法应闯别人家 可以考虑报警 或请求公权力协助 只要符合取决要件 妨碍安宁最高可准 6000个罚还 因为他曾经被开罚过 他如果他也确实去缴了罚单 对罚单没有做任何 生命意义的动作 其实等于进阶承认 他确实是有制造噪音 也可以作为将那里提起 民事诉讼的相关的一个佐证 除了噪音 像是住商混合区 邻居开设餐厅烧烤店 一家烤肉万家臭 还得忍受浓烟脏灰困扰 因为在家我都要戴口罩 真的还很臭 居住品质大打折扣 但就算环保局确认违规开罚 商家要是不改进 缴了钱继续营业 难道邻居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二邻居居罚不怕 住户干脆 移成四旧会 上街举牌抗议 其实不论噪音 恶臭 或是任意修建改装 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管委会其实也可透过多数决议 向恶邻居说不 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也就是所谓的恶邻条款 只要住户违反规约或是法令 管委会促请改善 三个月后要是不见改善 这时间一到 住户大会就能够透过 三分之二出席会议 其中的四分之三表决通过 管委会就能够肃请法院 请违规住户强制潜离 如果法院同意的话 是强制他潜离 透过法院公权力的行使 让他潜离在这个房子 并且拍卖他的房子 偏偏二邻条款 只适用社区公寓大厦 要是独栋别墅透天错 碰上这状况可就令人头痛 我留住十一年了 我上法院几次被他乱告 花莲这处透天错 被撒了满满名纸 里头还夹杂淡意会晤 就连窗户都被砸破 屋内屋外通通沦陷 监视器拍下这对母女 就是附近住户的头痛人物 不断骚扰攻击邻居 但却因为透天错 不适用二邻条款 附近住户根本束手无策 住户到处成情反应 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纵半 但这对母女却不痛不痒 赶不走这对头痛人物 反倒是邻居们默默鼻子 自己搬走 但其实几乎无法可管的 还有这一招 这头来个弓箭煞 另一头派出八卦镜反制 邻居间反目成仇 骑门顿甲大斗法 甚至还有人搬出棺材 要让附近邻居触眉头 但这些恐吓 从法律面上根本无法可观 这些非科学所能证明的一个损害 其实法院的立场 其实基本上都是不愿意 给予这样的一个赔偿 现行法律无法什么都管 碰上邻居纠纷 除非是纵火之类的直接伤害 其余的只能检体搜证 交由公权力定夺 只能说达重金 买得到高贵豪宅 却不一定买得到好邻居 您有听过送肉粽吗 这不是指一般短午节 我们吃的粽子 而是在彰化的沿海乡镇 特有的习俗 在这里送肉粽的意思 是要送走死者的怨气 也因此通常 仪式在举行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会回避的 不过日前有一对兄弟 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哥哥一时想不开 居然上吊自杀 弟弟在七天之后 也莫名脑溢血 人就这样走了 家属赶紧办了送肉粽仪式 要去煞 没想到有人不信邪 硬是跟随着队伍来进行侧拍 人就这样中邪了 这边奥山西士 趁万万万水之旅 一发大海不回来 又来建立彼佛 聽到是我以為有人真的會在路邊送你種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不是 大家很會怕就是因為學長姐 他們都把這個東西傳得很可怕 就是比如說你接觸到你可能就會耍掉 會種血 路警慎的話就會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上馬掌什麼 別說別說兄弟 上馬掌其實就是送走那些 因為喪掉喪生的這些黃魂 甚至說那個在睡覺的人要叫醒他 叫醒他以免說他靈魂出竅然後會被帶走 對民眾來講這是一個非常神秘而且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艷陽高照 不過彰化復興鄉村落卻瀰漫 緊張詭異氣息 阿伯好心提醒太陽下山前得趕快回地 一看 要死 就是人家的 隨時 生日 不是說只有這條路 从村子口到路的尽头 家家户部门窗紧闭 贴上扶柱沿着雨带 看到外地人来访 立刻地上护身符 千交代万丁宁 绝对不能名声 趁着太阳下山前 村民在停运前 拉起最后一道防线 时辰一道 整个村落早已设好 重重入障 学校提早下课 商店拉下铁门 所有人赶快回家 新京路线 街道空无一人 声援回忆 道长在往生着家内 祭坛做姐姐 终会开练 出场 展开神轨交锋 首先先得设服压杀 挑衷腿议事过程的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把横梁 就是上吊子上吊那些横梁 锯掉 或者如果是水梁的 就是敲一块下 它跟那条绳子 一起做祭杀的仪式 然后把这个杀 就是押送到出海这样子 事先我们必须请 我们要经过路线 所有林长里长 或者是村长 他们都要去通知所有的租户 有什么生肖 有什么 他犯太税的 食运不好的 请尽量违避 众肉众卫武行进路线 煙炮声大作 传闻如此可以驱斜必煞 而中盔和暴势 草龙 草息 草息也是破煞驱煞的意思 那个声响打出来 就是代表雷声 驴声响 万所有不好的东西 它就会退 煙炮声以及草息声 再加上跳中盔赶煞 一路往出海口出发 邻近的村里交界 更使重兵埋伏 有的请来神明坐镇 有的是鸡筒 企机繁治 防堵煞气 从村口到家门 滴水不漏 是六代人 把一只把扫把 就是倒立的扫把 因为我们在赶的时候 他那个人要把他软穿 可能会穿着跑到家里面去 跳中盔超过15年的道长就说 送肉粽确实会出现很多难以解释的状况 12年前彰化公墓送肉粽 就让他印象深刻 公墓里面有一棵树 三个月内掉了两棵树 所以当下就是要处理那棵树 结果要挖的过程中机具吊车油的故障 对 就是这样 两棵树 后来我们去封服之后 所有的东西又都恢复 又可以运作 公墓周围的村庄 都不让他过 镇长会不会过 不然这样好 那就不要送出去 当场活化 仪式没走完 真的有差吗 离奇的是经过了12年 今年的年初 当初那棵树的地方 又长出了一个新的树 又掉了一个上去 另外与台中一对兄弟吵架 哥哥上吊轻声 七天后弟弟莫名脑溢血死亡 道长协助送肉粽时 国片纵邪剧组到场进行调查 过程中也遇上管事 然后在送的过程 我们也会走上一段大桥 我们要走到桥的中间去 把东西丢到海里面 所有摄影小组 跟我们一起走 走过去 但是回程的时候 到半路的时候 几乎十个人里面的 八个人 同时闻到石头 为什么 刚好他们在过来 我们要走了 这神秘一事 万人不仅惧怕 从各地来彰化大业大学 就学的大学生 特别一路追踪 你知道目前还是 大家都要跑光光 对 因为很简单 还是那句话 不是我们害他 你何必怕他 遇到的话 也不用讲什么 你不用面子 真的怕的话 你可以回头跟上去 法师身上通常会带着 服带着朱纱 他会再帮你 在男生上点一下 从大陆泉州流传来台 历史超过四百年的 送肉粽仪式 目前仅剩下 彰化沿海地区 比较常举办 这个横跨人 鬼神三界 不能说也不能看的 神秘习俗 在镜头下曝光 只要心存敬意 未必得身为鬼运 号船世界最美的鬼船 马力往后报 船上最多闹鬼传闻的房间 在2018年重新岁外开放 居然预约大爆满 许多人抢着入住 市场 过镜头也拍下了令人 毛鼓走人的画面 稍后回到众位的民企业 许多历史悠久的地方 因为曾经出过人命 都会有一些闹鬼的传闻 像是英国这一艘豪华邮轮 马力往后后 就是出了名的幽灵船 因为过去在二战期间 它曾经被征召当军舰 却发生了撞船的意外 当时多走了两百多条人命 从此之后 灵异传闻就没听过 不过闹鬼最出了名的房间 风云了三十年之后 2018年重新开放了 很多人真的不怕 抢着排队预约要入住 而部落客真的在晚上 拍到了灵异的画面 穿身黑白交错 三座橘色烟囱 大型游轮马力往后号 停泊在加州长滩 被作为海景饭店 但大部分到此的游客 可不是纯观光 而是为了捉鬼 因为马力往后号 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闹鬼幽灵船 过去有人声称 在马力往后号长廊上 排到了白衣女棍的照片 而在船上也不断有人声称 撞鬼看见幽灵 其中最凶的一个地方 是B340号房 据传曾有一名男子 暴庇在B340号房内 后来就不断出现离奇事情 饭店人员决定永久上锁 直到30年后的2018年 才终于开启大战灵异财 墙上写下顾客的撞鬼经验 在桌角开放了抓鬼道具 水晶球塔罗牌 让旅客更能感受神秘气息 B340号房一晚要价 一万五千元台币 但预约订房应接不暇 它是欧马尔格许著名的抓鬼部落客 B340号开放后 马上跟朋友订房上船 声称拍下了无法解释的神秘画面 突然一阵怪声传来 欧马尔转身什么也没看到 跟朋友继续前行 在一个上锁的房门前 突然捉鬼探测器的讯号 不算发亮 还没入住就惯事连连 众人吓得夹快脚步 抵达B340号房 这间房是唯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间 走进去看起来相当一般 宽敞舒适 晚上大火玩完全先都相安无事 原以为闹鬼毕竟知识传闻 但就在众人入夜熟睡时 摄影机拍到了惊人画面 镜头拍下房门竟然自己打开 过两分钟后又合上 究竟这些画面是布洛克动了手脚 还是真的灵异事件不得而知 但会有这么多闹鬼传闻 是其来有刺 马力皇后号是在1936年到1967年间 穿梭于大西洋的豪华邮轮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被征召改成运输军舰 历经战火的他曾揽腰撞断另一艘船 死了两百多人之后 有些人在传手听到一群人挣扎的尖叫声 而马力皇后号上除了B340号房 第二大闹鬼处是游泳池 过去一名小女孩截棋在池边溺壁 从此意外不断发生 有游客声称参观时 又听到来跟我玩的声音 现在游泳池已经封锁不开放 另外过去一名船员在一场大火中 在13号船舱丧生 现在则被视为第三大闹鬼进去 我认为他们已经忘记了 当我出现时 我开始问问问 我们就决定 现在是时间帮B340船船 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 种种诡异传闻 越传越胜 是真是假 信者很信 也难怪业者索性逆向操作 打上撞鬼饭店的名号 反而赚更多 同样和英国也和船友欢 这是曾经轰动一时的 独木舟失踪案 英明男子出海之后 人间蒸发 过了一年 他被宣判死亡 不过呢 很离奇的是 在五年之后 男子又突然现身了 死而复生的奇迹 在当时传遍了大街小巷 不过检警介入调查之后 发现整个案情大逆转 原来男子是故意炸死 让太太领取 三千多万人的保险机 夫妻两格谋 上演这一场 世纪大片局 他是约翰·达尔文 英国轰动一时 死而复生的奇迹 2002年一个春日午后 苏外划船的约翰 划着独木舟 向大海悠游而去 不料直到深夜 妻子安妮迟迟等不到 先生返家 惊觉恐怕海上遇险 急忙报警 当局火速出动 海空大搜救 长达16小时的地毯市搜索 最后只找到 独木舟残骸 失踪一年后 约翰被宣告死亡 但死人约翰 却在五年后 离奇现身 伦敦警局大复活 过去五年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如何活下来 约翰完全丧失记忆 传难转杯为喜的奇迹 一个礼拜后 剧情急转直下 死而复生原来骗局一场 因为约翰失踪前 债台高竹 他的死亡原来是为了 诈领保险金 亲戚透露约翰满脑子发财梦 担任监狱官员跟教师的他 尽管收入不差 但跟太太在海景第一排别墅 一买就是两户 超额沉重的贷款 压得夫妻两几乎破产 于是约翰策划炸死 当天刻意让邻居看到他 划船出海 留下目击证明 接着划到一处 荒凉偏僻的海滩 把独木舟推回大海 制造死于大海假象 接着躲进夜色 从此人间蒸发 老婆安妮随即临走 折合台币约三千万的保险金 后来卖掉海边豪宅 搬到地球另一端的巴拿马 尽管他跨海声称 完全不知道老公是炸死 但一张照片让他乖乖认栽 夫妻两跟巴拿马 防众留下合照 揭穿安妮的购谋角色 自知法网难逃 只得回英国面对司法 安妮一下飞机走到空桥 警方早已守株待兔 自称拗不过强势老公 只得被动配合 警方好奇五年来 他怎么帮约翰隐匿行踪 答案很绝 原来约翰还是一直同住 海边豪宅 能不被发现 因为屋内有个消失的密室 新屋主发现 专墙显然在他接手前 刚兴契不久 安妮的这间房子是三号门牌 跟隔壁的四号相连 据此研判 每当熟人来访 约翰就是透过这个秘密通道 躲到隔壁阁楼 但躲在秘密房间的约翰 几年来也没闲着 做起美国梦 透过网路遥控 请美国网友 帮他购入坎萨西州的 一处物场投资 热爱大海的他 也一度想买游艇环游世界 最后他决定跟安妮 到地球另一端 追求新生活 却也从此 渐渐露出马脚 两人在巴拿马郊区买地 市中心买房 拿着诈骗来的保险金 半土豪 一切的一切 从头到尾 两个儿子都被蒙在鼓里 压根不知道 爸爸不止没死 还跟妈妈一起在巴拿马 乐逍遥 兄弟两心碎发表声明 跟爸妈断绝关系 老死不想往来 最后约翰跟安妮 吐出孤伐所得 还得吃上六年老饭 白费了五年心机 扮演藏镜人 以为炸死 谋财能只手遮天 最后却闹得家庭破碎 神败名裂 警方办案 倘若遇到瓶颈 没有证据 有时候也会求助鬼神 警戒传说 特别灵电的庙宇 许多人卡关的时候 都会到瓶颈的东港 奉心堂 请求十点资金 稍后回到重案最起立 虽然现在科学办案越来越发达 但是检警投入办案的时候 难免遇到瓶颈 警戒里头其实流传了 有几座庙宇 特别的灵验 能够帮助破碗 这一次要带您看到的是 屏东东港的贡心堂 里头供奉的刑府千岁 在很多关键时刻 指点文经 协助警察破案 也因此检警还特地花钱 做了衣冠送给神明 要表彰他对治安做出的贡献 这警察也是我们人 住到瓶颈的时尊 口耳相对也要买我们 像我们的高清天 人板来 一声响怒 外观看似一般公庙 是屏东东港贡心堂 在当地并不是最盛名的庙宇 不过里头供奉的刑府千岁 却是盛名远过 人们请我们的既侦 问书 台北 台南 嘉义 会来找到我们的幸福 你只能说这样 高万公的 都端能各位的行事 第一线办案的警方 一名退休老行警 刘永辰 十年前更是拿出 所有不安奖金 为刑府千岁制作一顶 纯银投罐 而听动低检署 由检察官 两度制作披风 赠给甘柳爷 据传 很可能是因为刑警的刑 和刑府千岁的刑 无因相同 所以对警察 彩绘 特别管招 大年初八 屏东访窑 王姓年务农 被人发现 惨死自家果园 他下体还遭割断塞入口中 生活单纯的莲务农 王万静 身中多刀 死中凄惨 当时警方一度怀疑 与感情纠纷有关 或速寻现逮捕 一名有福之父 是他吗 王姓夫人到案收押后 始终否认涉案 因为最后一个 跟他通脸的 就死了 我们就一直以为是 我们就一直认定 是他嫌疑重大 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 检警毫无进展 陷入胶着 于是刘永诚 只好求助刑府千岁 祈求老天爷 点个方向 刑王爷当场降价 调来冤魂办案 刘永诚 这些生 中生的白鑫饼 有的与台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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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入来后后 他如果王爷在问他的事 算是大家都会变嘛 变说他没做什么 拍的事 然后拌杯 要把他好准作用就对了啦 哎呦 别的与台瓣 普通人家是有案子时 是一定情杀 熟杀 在找也都找不到好够 结果我们的王爷 起来说 你为父在找 结果 他也是真的为父在找 比如说替父白的事 与牛有关 究竟是什么意思 最后再度回到 命案现场所索 发现了一根烟蒂 经过DNA鉴定之后 是一名糖性毒品 通緝犯所有 你又不是他的联务工 你为什么 你的DNA会在里面 就中了 原来糖性通緝犯案 死者王万静 是从小一起放牛 长大的好朋友 原本将20公斤的安非他命 交付死者保管 反遭死者私吞 两人争吵之下 奋而杀人 冥冥之中 神明指引 案情水落石出 另外一起寻求 刑府千岁协助的案件 是2008年3月 凭199县道偏僻山坡 一名猎人摆放捕兽器具时 发现已带白骨 警方根据身上物品确认 死者是失踪三个月的东港菜犯 郑沧海 看到一物枯断肠 但民风淳朴的渔港 警方遍寻不着犯案动机 他们是裁判嘛 那当时我们第一个想法可能是财务的纠纷啊 那遭他杀 我们的旗子都说 亲人财 平等他会这种 虎毒不死死嘛 不可能去杀他嘛 他怎么下得了多 刑王爷斩钉截铁指示 就是亲人犯案 大早他媳妇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他公公婆婆出去了 他就说 我讲这样的应该 他就意思说 你应该就 你们应该就知道了 就是他们杀的 远己错愕迅速上线监控 当天赶往关山火车站 拦截郑昌海双亲 身上藏有一把枪 另外双管旗下 在郑昌海母亲住家宾柜里 采集到死者毛发和血迹 同时还有一张 无法的数字密码 在仓库放了一天 然后才用货车载 然后用高丽菜掩饰 他爸爸就拿了一张纸 就抄那个电线杆 几点几分 几号公路几K 那个电线杆是几号 就抄在一张纸上 纸条上2007年12月27号 下午3点35分 就是老双亲的犯案时间 而199和389则是气势地点 位在平199线道 编号389号定感旁 双亲沙子气势 等风头过后 还会再回去兼顾安葬 有话说 巨头三池 有神明 不时不报 时候未到 很多事情或许冥冥之中 都是注定好的 犯罪者的报应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要相信正义终会实现 感谢您收看 这一集中安局清理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